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父 原本以为这一周的那一集周期 又是向往长大的坑在模型 却没想到我们小小小子在大人 自然下来这样一场 问道,诶,这个是我们的大叔父吗 作为当时人突然被K为是有点慌张 但是仔细一看 天哪,还真是我 而且虽然被人称作老师了 好啦,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下 我现阶段只是一个古真小白 我是从去年11月份加入华夏新月 在一班一直跟着杨老师学习的 绝对不是什么古真老师 就我目前的水平而言 我是真的没有脸具出去误人子皮的 其次,关于同学圈旧的老师指出 是我的基本功夫在严重的问题 希望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这个成心视频 比留言说明问题所在 因为确实 没有我们在这个节图里面 严重问题在哪里 也希望这个老师以后 可以认清楚人后再达他们的圈 以免一起误会 正好我也想借此机会 对曾经在我周图里留言过的小伙伴 非常感谢 每当想起我你们的美伴 我就觉得恋情没有那么枯燥 也感谢你们的每一条评论都鼓励 也正是我的恋情动力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也要更加努力的恋情了 希望下次被典离 不再是这位老师的进入中场 这位老师的进入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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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大唾唾最近又进入了呢 或者是大唾唾的基本功夫 越来越扎实之类的正面 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了 本周的主要练习内容是 参应的提速练习 还有腰指幻醒练习 首先是参应练习 步步一百 一二三走 接下来是腰指方前练习 速度一百三 一二三走 接下来是腰指方前练习 以上就是本周主要练习内容 大家在练习过程中 要问题也可以订问 提问 虽然我不能回答 但是我们和袁老师 和我老师 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